当他还在讲话时 直播信号被切断 直播线路被切断 采访被迫终止 没有任何警告 没有任何通知 所有为了确保这次采访成功进行的努力 突然间全都化为泡影 那么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 接下来的事情也会让你们了解郭先生所处的生活和商业环境 在4月19日的采访之后 中共立即发布了所谓的《红色通缉令》 这是一种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逮捕令 要求立即逮捕并将郭先生引渡回中国 就在那次《美国之音》采访之后 他的妻子和女儿在中国被中国警方逮捕 他失去了所有社交媒体的访问权限 他的YouTube账号被关闭 他的Twitter账号被关闭 他无法通过任何方式将自己的声音传递出去 他们还切断了什么呢? 他们切断了他和他的企业获得任何帮助的途径 中共黑客入侵了他的手机 他拥有的每一部手机都被黑客攻击过 他们还入侵了他的电脑 无论是家用电脑还是工作电脑 他们甚至还入侵了那些帮助他或与他有业务往来的那些人的电脑 中共的这种骚扰模式 证据将展现所有这些模式不断升级并变得越来越复杂 让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 说明这种骚扰可以多么复杂 中共一度决心关闭他的每一个银行账户 他们开始以美国政府 OFC 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名单上的名字向这些账户汇款 OFC名单是由美国政府设立的一份名单 列出从事了犯罪行为并被禁止使用美国银行系统的人 中共利用这些名字向他的账户汇款 触发了银行合规人员的反应 银行关闭了他的所有账户 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汇款来自OFC名单上的已知罪犯 你们会从政府证人那里听到所有这些证据 你们会知道中共有一千种不同的方法来对付郭文贵 试图阻止他那几乎是他生命全部精髓的政治运动 证据将显示郭先生为何坚持不懈地继续这场运动 以及他为何努力克服每一个障碍 Linda 我应若azar 你以为您职注而为何坚持족苦 multipüş人温暖 宗旺